无论你身处在我国哪个地区都会感受到今年的春节是过得特别热 就算来到了今天热气还是有增无减的 特别是在北马地区更是热气冲天 今天气象局更加预测几打中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可能全天都不会下雨 气温更会达到摄氏36度 虽然面对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 但是几打牵线却因祸得福 因为干旱的天气就让当地的一条干枯河流突然爆红了 还成为当地的打卡景点 1 2 3 摆pose 笑 等等 我又来比个爱心 那我们来个背对背合照 这里就是最近在网络爆红的打卡圣地 有绿地毯之称的几打献牵双西礼帽内港 这里原本只是一条寂寂无名的河流 但因为最近天气干旱 河流干枯的让河床清晰可见 而上面居然长出了一大片绿油油的绿地毯 配搭着军列的土地 呈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因此让当地这几天是挤满了拍照的人群 因为有人把绿地毯的照片放上面子 让这个地方一夜爆红 把原本静悄悄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 除了当地居民之外 很多外地人也都慕名而来 因为该和天气而形成的独特自然风景 也让当地居民意外地发了一笔旅游财 有知名表示本来这个小地方没有太多外人进来 但因为绿地毯爆红 让他们可以在人潮多的地方摆起摊子 贩卖饮料 也因此多了一些收入 虽然近来酷热的天气的确让人受不了 但或许这个因为酷热天气而形成的绿地毯景色 能够在暑热当中 让大家多一丝绿意荡漾的感受